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田中系统 今天要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叫做罐头回应 那这个呢主要是用在 如果你是需要每天呢 可能寄出的邮件内容大致上都相同的话 那我们就很适合用这个罐头回应 这样就不用每一次都还要再重打一次信件的内容了 那它在哪边呢 我们来到设定的地方 在研究室这个选项里面 那里面呢我们就会往下拉 会看到有一个叫做罐头回应 那我们把它点选启用 那这边有简单的介绍 就是懒人专用的电子邮件 那只要按一下罐头回应的按钮 就可以储存或是传送这个罐头回应了 然后按储存变更 好了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来撰写邮件看看 在撰写邮件的页面呢 右下角这边有一个更多选项点开来 那这里呢就会出现有一个罐头回应的选项 那这边呢 就是我之前出入过的一些罐头回应 那另外这个呢 也有另外一个非常好用的地方 是我们可以设定不同的签名档 那我们可以依据我们要写信的内容 然后去选择不同的签名档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 那这个功能介绍给大家非常方便 我们下期见